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是我第九次的個展 那也是我睽違三年以來辦的一次大展 時間對我來講是最重要的 那所謂的timeline 就是時間軸 那我的時間軸是什麼呢 其實我是從2010年到2017年 這個八年當中的一個過程 從我開始的時候是從發現時光的美好 然後慢慢的進入到宇宙 就是人已經到了宇宙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這是宇宙系列 那宇宙系列之後呢就是時光之旅 到了宇宙以後再回到地球來 到各處去玩耍 那玩耍之後後來發現是說 人心是很重要 那這個讓我想到一句話就是 雨果有講過 比陸地更大的是海洋 比海洋更大的是天空 比天空更大的是什麼 人形 所以這句話給我的啟示也滿大的 就是說 當我經過這麼樣的探索以後呢 然後發現人的境界 才是看待我們周圍的這些環境 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在這次整個叫做看見時光寧 那為什麼當時取名叫看見時光寧呢 其實當然藝術家都希望都被人家看見 那時光寧這個名字已經也用了大概是七年 在這個當中就覺得說 那到底時光寧是什麼 所以也希望藉由這樣的機會 能夠讓更多人了解到說 其實時光寧就是想要去呈現的是一個 新美好的這個藝術 我們當時是住在歐洲每天不同的飯店 那這個飯店當中就睡醒以後 就發現說那個床紋很有趣 那這個床紋呢 可不可以變成是一個呈現 那我就想說 就經過了八個月的思考當中 就覺得說這個床紋慢慢變成一個烏山儀 那烏山儀其實是很多人都了解的一個概念 油畫只是一個靜態的一個畫面 就是一個鏡子的畫面而已 但是好像時間需要一點 時間的醞釀跟這個進行 才能夠去呈現那個時間性 因此我就決定說我要跨線 從油畫跨到裝置藝術來 那因此呢我就覺得說 那在這個床上面呢 就可以去呈現那個烏山儀儀 可是我呈現的方式 並不是一種很直接的方式 而是帶有一種東方含蓄的 然後有很多想像力在裡面 然後去藉由動畫 就是我利用動畫的技術 去描繪出那種床上的山水 然後有比翼鳥 來象徵男女或一對情人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在短短的2分08秒當中呢 去呈現出那個那個 從慢慢醞亮起承轉合到高潮 然後結束一個完美的ending 後來就是在去年 為了要參加這個佛羅倫斯雙影展 那因為跟全世界有這麼多的藝術家 而且我所展示的是一個裝飾藝術 那別的裝飾藝術一定是在一個明亮的燈光 可是我卻不一樣 我是需要一個很黑暗的地方 所以我就跟當地的主辦單位說 我需要一個比較獨立的空間 然後不要有光害 因為如果有光害的話 就會影響到我的作品 因為我是作品是透過投影機 投影在這個床面上面去呈現 如果有光它就會影響到它的效果 所以因此呢 為了這個事情呢 我後來又設計了一個床罩 就是那個帷幕 沒想到那個帷幕做起來以後 那整個氣勢又不一樣 就是說不是一個單薄的一個床而已 這個投影機投在床上 反過去又進入到一個私密的空間 每樣水果都有它的生命週期 從最漂亮的水果到腐敗的水果 這個過程當中就是一個時間的一個過程 在一個畫當中 我們看到這是一個失蹤的概念 可是指針在哪裡 指針就是這個 水果本身就是一個指針 從健康漂亮的水果到 這個已經老化的水果 就像我們人的生命一樣 這個畫作其實也有帶一種鼓勵的意味 就是說 讓我們要珍惜當下 趁我們還很夠漂亮 那身體還行的時候呢 就應該要好好把握時間 因為生命只有一次不會再重來 最新的一件作品 是2018年的新作 新的作品後來就把它想像成是說 其實它也是一個獨立性的一個作品 所以後來也許我就像魚躍龍門時之光 就是很多的藝術家都是像每一條的鯉魚一樣 就是奮力的往上跳 應該講就是我現在還在奮鬥當中 所以以這樣的意義來看的話 就是說 從我剛開始接觸這個展場的這個空間 那再加上我的詛咒以後 那我決定就是用時間的年代的創作年代 開始從2010、11、12、13、14到17 這樣的一個導覽方式呢 就能夠清楚地掌握到我的創作脈絡 那至於說未來會怎麼 其實還不曉得 我也不敢去預言 但至少我慢慢還可以確定是說 我應該要繼續往我的內心去挖掘 去劃揮更大的一個力量出來